摘要,世界银行西润行长在4月7日正式就职,与此前大多数人预料的不同,西润行长并不是特朗普女儿。 不过,这个西润行长是何许人也,他的上任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前任世界银行行长卸任后,伊万卡成了最佳候选人。 前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庸的任期,本应在2022年到期。 但由于与特朗普在很多观念上不合。 再加上,金庸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提名的。 所以,金庸在今年2月,正式从世界银行辞职。 金庸辞职之后,世界银行执行长格奥尔吉耶娃,暂时出任了代理行长。 金庸辞职之后,美国财政部表示,收到了大量的推举优秀获选人的提议。 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David Mavis, 美国国既开发署署署长格林·Mark Green,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尼吉斯雷,以及特朗普女儿伊万卡。 众所周知,伊万卡是特朗普最疼爱、最信任的人。 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蒂交辞城后,特朗普就有意让伊万卡继任。 他说,所有人都想让伊万卡成为新的驻联合国大使,伊万卡也一定会做得相当出色。 所以,当时伊万卡被认为是世界银行新行长的最佳候选人,新任行长就职。 不过,在4月5日,新一届世界银行行长正式出炉。 伊万卡担任行长的可能性,自然就没有了。 4月5日,世界银行集团释出宣告称, 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会,一致批准戴维·马尔帕斯,担任下一任市航行长。 任期5年。 从2019年4月9日开始, 今年63岁的戴维·马尔帕斯,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曾在老布什政府担任副助理国务卿, 并在贝尔斯登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他还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曾担任特朗普竞选顾问, 并为总统竞选活动筹集资金。 并且, 马尔帕斯与特朗普, 有一个共同点犯对多边主义。 他曾多次指责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组织。 他称, 市航贷款并没有给予最需要的国家。 以及市航工作人员冗余, 薪水过高, 效率低下等。 马尔帕斯曾经还参与讨论过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马尔帕斯的理念刚好与特朗普一致。 再加上除了金融外, 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 所以马尔帕斯十分受特朗普弃重。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马尔帕斯一直以来都对市航向中国提供贷款不满。 甚至堆促市航减少对中国的贷款。 他认为, 中国已经足够富有。 有足够的资金支援自己。 他多次表示, 发展中国家从市航得到的贷款已经够多了。 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更加贫困的发展中国家。 去年, 马尔帕斯推动完成了市航130亿美元的增资计划。 中国的投票权提高, 达到5.7%。 但之后的改革, 也将对中国等中高所得国家限制贷款, 并提高贷款成本。 据党媒报道, 马尔帕斯在正式通过任命后, 曾对路透社表示, 预计市航跟中国的关系, 将朝向承认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兼全球发展重要因素的方向演变, 期望与中国巩固合作关系, 一起分担扶贫、 减贫的使命。 以此看来, 马尔帕斯上任之后, 很有可能利用市航的影响力, 向中国施压。 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 可以新增上方关注。 希望大家在阅读后踊跃评论和点赞, 也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以示对我们的支援。